那很多人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呢 可能有一个侥幸心理 或者是觉得好像麻烦 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证实这个问题 因为狂犬病病毒一旦是感染上发作了 那几乎是达到百分之百的死亡几率的 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现象 积极的狂犬病的防范就很重要 所以一旦碰到任何的抓伤脑伤咬伤 甭管它有胃出血 只要是伤及皮肤的 那我们就一定要进行一个积极的狂犬病的防范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些文献上能看到 高达百分之三十的狂犬病患者 竟然未发现有明显出血的受伤的这样的一个痕迹 所以我们想想看病毒的一个传播 可能并不是肉眼可见的那种鲜血淋漓 它才可以传播 其实病毒的传播都是很危险的 那么刚刚满月 它也有可能因为垂直传播 由猫妈妈直接传给小猫 所以这些可能性都有 那积极的防范 对于自身安危呢 对于整个一个饲养环境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和帮助 rizUREN ст累 优优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